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順德人做廚房做出菜 尤其是做魚就出了名字 世界文明 中山人在旁邊 有什麼出名呢 不用說 鮑魚出名 為什麼呢 這麼說 一哥 麥港帆 鮑魚王子 都是以鮑魚出名 但是中山不是只有鮑魚 由我這個中山佬 我這個石旗佬 和各位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件要推薦的 當然就是 石旗乳鴿 石旗乳鴿 小隻 小隻 最重要的一件事 要皮脆肉嫩 拉開的時候 你看看 有汁的 有汁的 還有 很多人 只吃一隻腿 其實 我自己吃魚鴿 來說 要更多 我告訴你 最肥的味道是哪裏 我告訴你 有汁的 味道 味道 甘甜香脆 沒得頂 沒有骨 骨也吃了 然後呢 你看看 多漂亮 來吧 好 不愧為石旗乳鴿 皮脆肉滑 是在口裡吃成滑 所以 石旗乳鴿 出名是有其他原因 真的漂亮 吃完這隻乳鴿 跟著旁邊 當然會吃乳豬 你看 這隻乳豬 我們叫做植豬 我們學上 為甚麼呢 因為每圍一隻 所以叫做植豬 尤其是我們現在看上去 是光皮的 這隻豬是怎樣 是掛在爐上燒的 就不是用叉子來燒的 這些是小隻很多的 讓我們試試 不下手吃就不行了 嘟嘟嘟 你看看 它不是一層肥油的 所以 在中生日來講 做起事的時候 有隆重的分野 一定有植豬 即是一圍一隻 為甚麼不是 逐隻就逐隻 因為逐隻就逐隻 逐隻就逐隻要時間 如果這樣掛來燒 一起熟的時候 方便起菜 你說這隻豬多嫩呢 這麼大的魚豬 只有這麼少骨 這個魚豬 味道調得相當好 還有選擇豬 選擇豬 選擇豬 如果是鹹 全部是肥油的 你看 你會很膩 你根本吃不到 滿足 滿足 廣東人 無雞 是不成宴的 乳豬 分野 就行頭 雞 同樣是小不免的 一定要有的 這是燒雞 你看 油 不斷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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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這隻雞 這隻雞 養得夠日子 所以味道這麼好 如果不夠日子 這隻雞 通常來說 有點柴 不斷滑 本來想找一下 有什麼改善之處 但現在吃了三個菜 但都是燒出來的 所以還未找到 下一道菜 就是蒸出來的 這是蒸什麼 這是紫蘇蒸脆肉丸 這是脆肉丸 在中山來說 在中山來說 出處是東星 東星鎮 東星的脆肉丸 出名 真是脆 雖然這麼簡單 但都是吃得巧 你知道 在我的標準來說 很壞 有什麼不對 我不幫你遮悶 我直接說 但到現在 第四個菜 還要多做一塊 再來這個 這個 豬皮膠燜蠟 這個 以前在鄉下的中山菜 長魚羹 或者蓮子羹 做原植 差不多 一定是有的 這些是中山的特色菜 中山菜和順德菜不同 中山菜 喜歡重口味的食物 但是 花款沒什麼 所以會混在一起 喜歡原汁原味 先做一塊豬皮膠 吃一塊 沙爆豬皮膠 吸收了味道 試一塊豬皮膠 先試一塊豬皮膠 都是彈不下手 你說怎麼做呢 可能因為我是中山人 我看到這些菜 真的有份感情 因為自小都是吃這些菜 我們所說 看到這些菜 就已經那種香情 但不是 它又沒有過鹹 又夠軟 如果通常 如果燜得不夠軟 只要不開 就要彈一下 或者不夠火 但它不是 有的 醬汁又不過鹹 因為很壞 豬皮膠 爛了 又不合格 今天的主食 是什麼呢 是爐兜種 什麼叫爐兜呢 爐兜呢 爐兜呢 是一些生在水邊的爐兜 割下來之後 要將它旁邊的牙 那些舌 要削齊了它 最重要呢 師傅做爐兜種 就是怎樣去打殼 然後一層一層 放糯米 放些豆 然後放鹹蛋黃 然後放鹹蛋黃 因為呢 肥豬肉呢 是爐兜種的靈魂 如果你沒有肥豬肉呢 曬氣 就沒有那種香味 還有蛋黃 一定是必須的 爐兜種是怎樣呢 一定用一些菊殼 以前那些 來灰 用雅光 放下去 暗火 慢慢火 沒辦法 香情 香情 沒得說 這就是 它的香腸 我鄉的香腸 一走出來 就看到一間賣玉夾 在那裡炸的 你看 這是中山 周圍地方有的 這是大煎堆 豬肉 好吃 你看多薄 豬肉 厚不厚 有些人叫馬拉糕,其實那些是法糕,用老種去發的 都是中山野,是不是沒有人介紹 由我這個石旗號來介紹,OK? 不是只有鮑魚的,中山 OK,拜拜 全民主義 全民主義